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增强互信 加强合照 全球过八个国家和地区的领袖 齐习苏格兰·格拉斯哥 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一年两日的峰会 由东道主英国首相约翰逊揭开序幕 面对气候变化威胁 约翰逊致辞的时候形容 地球正是被绑在末日装置上面 好像特务电影一样面临灭亡危机 多国领袖并续一致辞 美国总统拜登说 今次峰会必须开展一个决定性 进取应对气候变化的十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未出席 以书面形式致辞 习近平说 当前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日益显然 全球行动紧逼性持续上升 怎样应对气候变化 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 他提出维护多边共识 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多边主义是良方 各方应该在已有共识基础上面 增强互信加强合作 并要聚焦务实行动 发达国家不单止自己要做得更多 还要为发展中国家做得更好 提供支持 和加速绿色转型 中国期待各方强化行动 攀手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中国日前已经正式向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署提交报告 说中国力真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 2060年实现碳中和 承诺增加风力和太阳能发电 是中国履行巴黎协定的具体举措 无线电视记者曾为俊报道 至于20国集团峰会闭望 各国同意努力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 涉事1.5度内 但未能够就达至碳中和定下明确限期 只是目标在约本世纪中或之前达到 另外宣言又提到期待北京 2022年东奥和东产奥 为期两日加20国集团峰会闭幕 会上通过罗马峰会宣言 其中在备受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上 各国同意采取有意义和有效行动 缓减气候联化 努力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 限制在工业化前涉事1.5度内 并同意在这个年底之前 停止对海外新建燃煤发电提供国际公共资金 但宣言未有就淘汰国内煤炭项目定下时间表 另外各国也都命能就达至碳中和定下明确目标 其中欧美国家已经目标在2050年达至碳中和 不过中国、俄罗斯和沙特加拉伯 就目标在2060年 最后峰会宣言只是承诺 寻求在大约今世纪中或之前达至碳中和 国家主席习近平透过视像发言时 强调会支持有条件的地方 行业、企业率先碳达峰 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作出积极贡献 过去15年 中国碳排放强步 大幅超额完成 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 中方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 碳达峰实施方案和支持措施 另外峰会宣言也都提到 各国同意采取措施 协助发展中国家增加疫苗 并承诺加强行动 在2030年之前 压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喪失 孙言也都说 期待北京2022年东奥和东残奥 应用是来自世界各国运动员竞技的重要机会 峰会东道主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 说峰会成功 认为是各国第一次认同 将全球气温性货限制 在涉事1.5度内的重要性 不过联合博便书长古特雷斯 以及英美对峰会成果都感到失望 美国总统拜登认为 各国在气候变化上可以做得更多 英国首相约翰逊就批评 最应该为气候变化负责的国家 没有尽多他们应分的责任 无线电视记者 李家超说 他为争取和内地尽快通关 现时有48类人士抵港之后 可以获豁免检疫 今月12日即下星期五开始 政府将取消当中40类人士的豁免 而剩下8类当中 外国领事馆人员抵港之后的安排也要收紧 新案排下 所有抵港之前21日曾经逗留海外地区 并且离行政府相关运作的 外国领事馆和机构人员 抵港之后必须去到指定的检疫酒店隔离 总领事级别或者较高职级的住港代表 就要接受居家事外隔离 期间不可以离开隔离地点和和公众接触 至于维持豁免检疫人士 包括跨境客货运司机 航班机组人员 抵港21日之前 未有停泊高风险地区的货轮船员等 当局强调已经指定统筹主任 以清单形式监管和确认 这些人已经遵守防疫条件 不过客船、渔船船员无得豁免 应对新冠疫情进行研究的专家 住在沙头角内地范围的本港居民 内地居住的中3至5香港学生 和上市公司董事等 新安排下也要隔离 境外输入的个案 很多时也有Delta 变种病毒株 而整个防疫抗疫机制的强化 也有利于我们去创造环境 和条件和内地争取尽快通关 有专家说 现在机组人员从外地抵港之后 需要在指定酒店隔离 过程也要点对点交通 他认为新安排下 当局可以再考虑加密相关酒店员工的检测 指定酒店里面 虽然我们未必能够完全做到 好像一些隔离酒店 一定是要那些人永远都困在自己的房里 直至检疫员 不可以说其实可能需要两件一件 因为他们的风险是比较大 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说 理解特区政府防疫努力 同时敦促当局提高检测检疫措施等透明度 和制定恢复国际旅合往来的路线图 以增加营商环境的稳定 无线电视记者吴森渔报道 全港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即日起会缩短开放时间 政府就说目标月中开始 卫特定群组 接种第三针新冠疫苗 卫生防护中心核下科学委员会 早前建议为特定群组 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 负责疫苗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聂德权说正是进行有关安排 最快月中前可以开始接种 我们会跟进科学委员会的建议 会作相关的安排 希望能够在这个礼拜内 就可以公布到 当然目标的组群都是在委员会所建议的 就是60岁以上 或者是医护人员 或者是他的职业本身是有一个高暴露的风险 和是长期病患的 都是按照这些优先的 特别另外一些免疫力药的人士 包括癌症病人 或者是器官移植等等的病人 目前已经抵港的750万剂伏必泰疫苗 已经接种了大约570多万剂 即是还剩下大约170万剂 至于同样已经有750万剂抵港的科兴 周末就维持朝8万8000 疫苗接种中芯原定 只是运作到年底 会否因应开展打第三针而再延长呢 叶德权说 稍后会公布安排 他说现在中芯每日有能力接种26000剂 但目前每日的接种量平均不够1万剂 所以未来将会按需求调整 中芯的数目有机会降到单位数 他强调无法长时间维持大量接种中芯的运作 无线电视记者吴森如不道 一会儿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政府预估上轨经济岸年增长5.4% 东北说增幅较温和 主要是基数效应 和上半年经济表现较预期强劲 本地疫情稳定 加上环球经济活动持续恢复 政府预估第三季本地经济 按年上升5.4% 较第二季低2.2个百分点 政府说增长较为温和 主要是基数效应 和上半年经济表现较预期强劲 期内私人消费开支按年升7% 货品出口总额的升幅就放缓至1成4 总计头三季经济按年增长7%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前预计 全年经济增长接近政府预测上限的大约6.5% 但由经济学者说又隐忧 去年下半年那个基数都挺大 所以其实你说要达到6.5% 我觉得那个机会存在 但仍然有些隐忧 最大那两个落后的部分 就是那个服务输入和输出 看到就和这个2019年社会事件前 即疫情前那里还有一大段距离 差价未到一倍但都有成八成 如果你一天都未通关的话 就算是通关 大家也不要想像一些神迹那样出来 都是可能有些熔断的机制 令到那个经济增长 那个货门的程度将会加剧 政府说只望未来 环球经济复苏应该为本港货物出口提供支持 但是变种病毒的威胁 和多个经济体出现供应樽颈 为全球经济前景带来下行风险 等原价格高企欧美通胀压力偏高 令到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带来不确定 而中美关系和地缘政局发展也都需要关注 报纸电视机者 邓文康报道 有经济私认为消费券的效应逐渐减推 预测今季经济增速进一步放昏到4%到5% 明年经济受美国加息的影响不大 其实香港最敏感的就是工楼 按揭的问题都是短期的息口 除非加息在未来三个月或一个月 才影响到短期的拆息 就算最快的加息可能是2022年底 所以拆息的影响在明年的大部分时间 应该都不太受影响 我们估计过明年的增长都应该有2.5%到3% 看看美国的表现 报35883点升63点 全下澳洲股市 雷敦富士100指数升62点 巴黎克指数升69点 德国德指数升125点 其他摄性 立法会缓届选举再多11人报名参选 讯会到现在共收到26份提名表格 港渡西多一人报名参选 是民建联副主席陈学峰 同区已经报名的还有方龙飞 新界西南有一人报名 是民建联的陈恒斌 而选举委员会界变多两人报名 是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刘志鹏 和交易国际董事长谭岳恒 同一界别日前已有5人参选 功能界别多7人报名 有关参选人资料 可去到以下无线新闻网页 和手机应用程式提到 民阵母案者团条例规定向警方提交资料 前召集人陈浩环承认 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交资料罪 判罚款8000文 案件由处理裁判总裁判官罗德伦審理 正是服刑家陈浩环 由筹车押送去到西九龙法院 控罪说陈浩环5月6日作为民阵管理人 没有在指明时间内 遵从警方通知提交资料 陈浩环在庭上承认控罪 法官判刑时说 考虑对民阵多年来有相当程度活动 不提交资料令警方工作言误 而12000元罚款为两刑起点 应罪获扣减到8000文 看欧洲三个主要股市的表现 英国富士100指数升60点 法国卡指数升72点 德国低指数升132点 美国制造业扩张部分减慢 受供应链进境影响 采购供应专业协会制造业指数 连升两个月后回落 10月份指数由9月61.1跌至60.8 市场预期跌至60.5 指数高过50反映制造业扩张 10月份指数连续第17个月处于50以上 美国建筑开支年升6个月后出乎意料转跌 美国商务部公布建筑开支9月跌0.5% 是今年2月以来最差表现 开支金额15700多亿美元 市场预期升0.4% 8月份由母星跌收定为升0.1% 内地家用必需品制造商贝特集团招股 发行1亿2500万股 一成公开发售 招股价1元到过亿 每首2000股 入场费大约2424元 集资最多1亿5000万 预计11月12日上市 集资所得用在建立新厂房 提高产能和扩大营销网络等等 由微创医疗分拆的医疗机械人制造商 微创机械人上市前暗盘交易跌穿招股价 综合三个证券交易平台 微创机械人早段曾高建45元 比43.2的招股价高出超过4% 不过之后转跌跌穿过40元 收市最低部40.05元 低招股价超过7% 不计手续费 每手账面是超过1500元 再看美元最新汇价 对日元114.148 英镑1.3679 瑞士法郎0.9119 欧元1.1591 多谢收看《无线财经发信》 昨天开始进入政府核下大部分场所 包括医院管理局医院、食环署、街市等等都必须用安心出行 警方抓了五个人涉嫌用虚假的安心出行 据了解包括一个审计署和两个入境处人员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 如果有公务员以身事发不能接受 涉嫌用假安心出行被捕的五人 介乎22至45岁被押上警车 据了解包括一个审计署主任 入境处一个事务主任和一个事务助理 两人同属资讯系统报 也都包括两个外判人员 负责电脑系统保养 早9点多 警方接获入境事务大楼职员报案 或怀疑四男一女进入大楼的时候 使用虚假安心出行 五人涉嫌使用虚假文书被捕 交由湾仔警区重案组跟进 消息说入境处人员和外聘人员 事发的时候都有在大楼各个出入口 检查入大楼人士的安心出行 期间有入境处人员见到涉事五人 展示安心出行版面的时候有异样 再上报进一步检查揭发事件 入境处说一向十分重视员工行为操守 如果发现任何人有违法和不当行为 一定会依法和严肃处理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强调 安心出行的目的是帮助整体社会防疫 呼吁市民守法 如果有些人是不守法 故意用一些方法 甚至是一些可能涉及刑事罪行的 一些方法是不可能接受 如果公务员是以身示法 更加不能接受 執法部门一定会依法处理 他了解被捕五人使用的是一款 名为安心回家的应用程式 大约一年前推出 縮图画面以至展示行中的版面 和真的安心出行没有太大分别 都有离开场所连结等 不过假的安心出行 設置自动离开时间只有十个小时去选择 真的就有24小时 而最大分别是他不能回去之前登入的页面 现在CD类食肆顾客都必须素安心出行 而食肆负责人也有责任 确保顾客使用真的应用程式 否则可以被停止营业14天 有餐饮业人士认为难以分辨 担心要付法律责任 当然是很无辜的 可以要求客人去掃回上一页 究竟那个资料是否准确 是否政府的二维码 客人觉得你针对他 可能亦都会产生一些双方之间的争执 误会 王家和希望政府发出清晰的指引 包括罗列安心出行的防疫特征等等 协助业界分别增加 无线电视记者曾登报报道 有到街市的长者说 未熟习素安心出行 要职员帮忙 又相反就说街市人流减少了 即日起市民入街市之前 都要停一停脚步 素一素安心出行 在荃湾羊屋到街市 食环署人员在街市各个出入口 加贴二维码 有家派外判承办商的职员协助 新措施考起不少长者 有长者直接把手机交给职员代数 12岁以下 65岁以上人士 或者伤残人士 如果使用安心出行 有困难可以获豁免 但需要填写联络资料 和身份证号码头士的字 食环署人员即场打电话核实 街市各个出入口虽然有人把手 但未有严格检查 说自己之前已经掃了马都可以进入 食环署副处长黄淑贤也到场视察 在黄大仙大城街街市 清晨的时候入街市的人 都不是人人都有数 有相反联会说 有市民宁愿不入街市买菜 如果市民不填资料或者不用安心出行 入街市等政府设施会有何法则 政府未有说明 只是管理场地的相关人员 有权不让他们进入 至于图书馆等康民处核下的大部分康乐设施 即日起亦都需要使用安心出行 胡思远之记 这一流进玉报道 食环署说 星期一去各区一共21个人流比较多的公众家事视察 明白市民需时适应新措施 实施初期会比较着重公众教育 勸喻和宣传 并会提供技术协助 因应实际情况弹性处理 食环署又提醒市民 如果要经食环署公众街市 入街市中的熟食中心 要另外掃描熟食中心的安心出行 而为马 俗总亦都说 因应康民主最新安排 除了12岁以下 65岁或以上人士 以及用安心出行有困难的残制人士以外 所有人在比赛日进入所有作比赛用途的运动场 都需要用安心出行 而获豁免人士就需要填写表格 登记证明、身份证头4个数字 联络电话等资料 继续新闻时间 卫生署公布一款口服产品未有标示含有有毒成分 服用后或引致肝酸症 涉及监系这款口服产品 卫生署说 4个女病人曾服用这款产品改善健康 为期2星至6个月后怀疑中毒 出现急性肝酸症 包括茶色尿、黄痰及呕吐等病症 全部需要住院治疗 目前已出院 当局说那款产品含有成分夹养沙淋 容在治疗银舌病及白舌等疾病 可能会引致肝酸症 并出现恶心、头痛及抑鬱等副作用 正在调查产品来源 呼吁市民应立即停服有关产品 如果曾服用并出现病症 应该立即求疑 警方在深水埗截查一架私家车 检获多包怀疑毒品 私家车司机被捕 现场消息说 晚上7点多 警方曾经深水埗大报道 和北河街交界时 发现一架可疑私家车停泊在路边阻碍交通 于是上前截查 在车头座椅枕位及车尾箱中 检获多包怀疑毒品 拉了40多岁的私家车司机 緝毒犬也到场协助首席 9月1日获发第一期消费犬的81万合资格市民 即日开始可以拿新一期消费犬 有酒吧业界说受消费犬带动 加上越多市民打针 预料圣诞生意更暢黄 对运时一半酒吧会申请回复营业到凌晨4点 9月获发第一期消费券的市民可以领取第二期 以百日通登记的可以到指定便利店等泊卡领取 而透过支付宝香港 Tap and Go拍住相 或者WeChat Pay Hong Kong领取的市民 消费券会直接传入有关帐户 过去几个月分批发放的消费券 是否可以持续带动消费呢 刚刚过去的万盛节前石市面人头涌涌 酒吧食肆暢黄 酒吧业界说生意额较去年同期高出大概五成 更加是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除了因为市民没有办法外游 只能够流港爆发性消费 亦相信和政府放宽防疫限制有关 很多酒吧都见到第一期 好像见到真的有人来用 但有些行家还未能安装设计 可能假设它没有八辣通 它便受不了 其实它们都已经立刻去安装计 所以第二期的消费券 对我们酒吧业的帮助更加大 现在酒吧可以选择 以餐饮业务场所模式 或者酒吧运作模式经营 最长可以营运至凌晨四点 但是顾客要打一针 员工就要打齐两针 有业界代表说 采用这个模式的酒吧上升至三成 预料圣诞前会达到五至六成 你见大事大事 很多到凌晨时间 那些人才着弱 或者开心的时候 会提高生意额 或者消费的感觉 很快 应该到聖诞的气氛已经到 市民出来 或者干顾酒吧的意欲也都高了 时间性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还有现在最重要是接种率高了 十个客人左右 差不多有七至八个都已经注重了疫药 梁立仁又说 酒吧业界的营运情况一直相对困难 随着疫情放换 每个月的生意额都有所增长 但是能不能够持续 就要视乎疫情发展 无线电视记者 扎瑞文报道 受封关措施拖累 澳门10月博彩收入 结束连续8个月的案年升势 有学者就估计 内地最终或者要放弃清零政策 澳门的倒收和经济有望好转 澳门疫情回稳 当地同珠海口岸上个月19日 放宽出入境安排 但受累上半月的封关措施影响 10月整体博彩收入 岸年跌近四成 但仍然好过市场预期跌四成二 有约43亿澳门元 是超过一年以来最少 头10个月累计 博彩收入有超过721亿澳门元 岸年升五成七 近日内地出现多宗本土确诊病例 有博彩業營運商说 现时行业经营仍然困难 但憧憬澳门和本港通关 对年底博彩收入相对乐观 有学者担心内地清零政策 会对澳门经济造成很大的打击 有学者担心内地清零政策 会对澳门经济造成很大的打击 影响也会非常高 如果这个疫情继续长期存在 肯定最终还是要给病毒共产 学者又说澳门居民对博彩業的贡献 只有百分之三 认为澳门未能和内地和香港通关 博彩收入仍然会低企 无线电视记者盧沛因报道 M家博物馆下星期应开幕 西九文化区行政总裁冯程淑书说 不会影响和干涉策展人展出什么作品 冯程淑书和传媒查处的时候 强调自己尊重和包容多元 而在博物馆界 预先审批展品是很敏感的事 会影响香港博物馆的国际声誉 但他相信没有一个策展人会挑战权威 也相信他们知道红线在哪里 M家博物馆下星期应开幕 第一年免费入场 市民要预约每节两个小时 和一个时段最多6000人入场